再来关心到根据统计 宜兰县内65岁以上老人大约有13.8% 其中壮卫乡的比例更是高达14.5 因此在卫福部的补助之下 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是特别成立 长照乐治社区服务据点 关怀地方轻度失智的长者 由于成效良好 医院也持续开设二班 期望能够照顾更多长辈 在今天的成果展当中 让社会大众看见这些长辈的用心付出 不但有手工艺品还有书法跟彩绘 尤其大家一起热情舞蹈 更是见证长照乐治服务据点的成立 真的成效显著 而且还获得卫生福利部的特优评件 我去得很高兴 身体有吗 身体有吗 我现在就是我腹部腹部 这个我买手术 你没法刚才跳手对得到 腹对得不到 我尽量来参加了 我尽量我真爱来 等到没人那些时间够快来 我感觉这些热灵是很不错啦 因为照顾老人 我有兴趣啦 卫生福利部争取计划 在状围箱设置乐治长照服务据点 针对轻度失智的老人 我们在每周一跟每周四的上午 我们开盘课程 予有行为歌唱 怀旧以记忆等等的一些行为的帮忙 让他们回复到正常的生活行为 以及正常的生活品质 那经过这一年的努力 成果非常的好 我们是在去年是全国23个据点里面 是特优的单位 另外我们也将这个实质服务训练里面的一些重点课程 我们跟状围老人会合作 我们也举办所谓的体验营 让健康的老人也可以参与 那我们就要老人也难免会去健忘 透过这些课程 也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啦 以及行为会得更好 体能会得更好的帮助 乡长表示 状围老人比例高达14.5% 高龄化非常严重 因此有了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的协助 就减少社会成本的负担 又能提升相关老人福利 众委的服务据点 从原本的12名成员又扩大到24位 希望让更多长辈身心更健康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